时隔889天,香港直飞武汉客运航班7月1日正式复航 当日,国泰航空重启香港至武汉的客运航班服务 至此,武汉与香港两地间航班恢复双向载客运营 这也是目前中部地区唯一一条往返香港的直飞客运航线 受疫情影响,国泰航空自2020年1月24日暂停香港往来武汉的航班 去年以来,武汉先后恢复至香港货运客运航班 此前,香港飞往武汉的航班仅提供载货服务 据悉,自7月1日起,国泰航空每周五恢复运作一班香港至武汉航班 该航班于8时50分起飞,11时05分抵达武汉 航班由空中巴士A330客机营运,设有公务及经济两款客舱 此外,国泰航空还将配合现由每周二五运作的武汉至香港客运航班服务 持续恢复连接武汉的客运业务 国泰航空河南及湖北地区首席代表陈海滨介绍 作为中部地区中心城市 武汉是国泰航空在内地的重要航点城市 目前我们收到的信息是这个航班入境载客大约200号人左右 大部分旅客都是旅居在海外的留学生 以及在香港工作学习 包括一些香港同胞需要返乡 回到内地来工作的一些居民 武汉其实我们是我们中国中部地区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 我们也是看到了这边两地的人员来往的需求非常的万盛 两地的居民也殷切希望有一条返向的便捷路径 所以在我们政府的关心和支持下 我们终于恢复了这条航线 湖北省人民政府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张孝梅 在富航仪式上称 湖北是中部地区首个与香港建立合作机制的省份 长期以来 俄港两地合作基础扎实成效显著 截至目前已有8100多家港资企业落户湖北 成为湖北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航空通道的恢复将助推俄港两地实现深度融合发展 去年11月的时候 香港跟湖北签订了这个俄港合作的协议 当中其中一条就是我们希望促进香港与武汉之间的航空的服务 希望更多的航线可以落地 我相信只对于香港与湖北 经贸还有文化的往来是非常重要的 透过这个乡下的富航 我们可以让两地的朋友加深了解 发掘更多新的机遇 为我们香港跟湖北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武汉经济贸易办事处主任郭伟勋表示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下 俄港正有序恢复正常往来 航班的重启有利于满足两地人员往来需求 为俄港下一阶段合作打下基础 今天经历过两年多的时间 拜拜89天之后 这个愿望终于都可以实现了 所以我们都很高兴 很期待 很多香港的朋友 可以在富航之后 会来到湖北 来到武汉 看看疫情之后 文英雄的城市武汉 今天发展的情况是怎么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